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兩萬朋友都一直在講 今天有幾位新朋友 還有藍牆的朋友 我們鼓掌聲表示歡迎 讓我們現在 學術會教育的行內 我想這個言婚 我們一直在講 我們去當博士一下 我們這個團 我感覺了 跟別的團不一樣 像我同學他還是台中的 他們周五都自己散開 他就往那時間大了 才回來這樣 那我們這個團 大家有在辦一個心靈講座 這個是我們當作一個 學習成長團體 我用經驗交換 意見交流 我想這個都很好 感謝理事長 理事長很用心 我在裡面只有理事長 跟這個大哥 我們理事長盤腿而重 文通都不動 人家說行如風啊 坐如松啊 他跟他一顆松鼠 在一顆松鼠 在一顆松鼠 在那邊看 坐如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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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如風 啊不然 坐如松 靜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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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這個靜奏 我們這一本書裡面 《真言一》裡面 我們裝完一款 那我想有機會 理事長 有機會 看我們怎麼靜奏 怎麼體會出那個 我們要觀念一下 我們這個有一些正確的知識 有療效的功能 所以靜奏理事長說 我會想要走路 我會哭哭 那我就警覺到了 我自己要修正我自己的知識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個 一個養成一個習慣以後 能夠不斷的調整 那這樣的話 你的 你自然身體就自然能夠 有一種療效的一個功能 所以這裡面提到的 療效的知識 就很重要 那這邊要感謝我們 李立新校長 每個禮拜三都要太子便 叫我們羅賢生男超 那這邊我還是 爭取我的理事長 各位 我們是不是 禮拜到西頭 剛到的時候 做個幾分鐘的羅賢生長 大家體驗一下 才能夠這個 觀察整個環境 那邊有個舞台 那邊有個上波 有些波 好像都很適合我們來做做看 當然要看各位 大家體驗一下 另外明天早上 每天早上禮拜三 到太子殿 那邊也有我們李校長 教我們的羅賢生早上 八點半 八點半 那個真的不錯 那裡面提到 你說 藉著你的身體的一個伸展 拉伸的動作 你學會在動靜合一當中 來放鬆自己 那這樣你的身心能夠舒展 可以活化你的細胞 我想這個值得我們去體驗 讓我們看一看 只知道而已 如果身體力行 融入你的生活當中 你的習慣當中 相信我們都會更健康 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看我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請李校長 我們大概到西可的時候 大家上個洗手間 然後大概30分鐘的到我 30分鐘羅賢生早上做完以後 我們再到各地去散步 Feeder請等一下李校長來看看 如果心可的話 請聘請你來製造我們 我想這就是 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那我想 我們就開始我們這個 就是為了你的活動成績 金濤老師今天沒有來 為了能夠讓我們更有精神的話 我就代替一下 客串一下 不對的話 跟我指導 因為是B是什麼 不知道金濤老師教我們的 除了禮拜二做以外 其他的時間 你在家裡有的時候 有 有是最好的 不管是 你手隨便拍 來洗頭走路的話 你手隨便拍 都有達到效果 那我想讓各位 提醒你的雙手 跟著各位看 好 拜拜